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中國禁聞 2月7號 大紀元新聞網發表獨家報導說 湖北兩家殯儀館每天大約火化 341具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死者 報導說 大紀元記者通過暗訪 湖北省多家殯儀館的高管獲知 其中兩家殯儀館每天的實際火化量 是平時火化量的4至5倍 化名有虎的湖北殯儀館工作人員透露說 2月3號一天 它總共接運遺體127具 當天就燒掉了116具 其中死亡證明上確診新冠肺炎的是8具 寫的疑似的是48個 但有虎自己統計發現 死者只有38%是從醫院接來的 61%是在家裡死亡的 有虎對記者說 以前殯儀館早上6點鐘開始火化 到中午就不幹了 現在的情況是 遺體接應過來 立即火化不停 有虎還表示 它所在的殯儀館有18臺火化爐 但只有11臺火化爐能夠運作 而一臺爐自焚燒一具遺體需要50分鐘 因此 有虎所在的殯儀館 目前最多每天可以焚燒316具遺體 報導說 大紀元調查員也採訪了 湖北新州區殯儀館的高管 對方稱 現在的壓力很大 員工連續加班都很疲勞 9個火化爐每天24小時連軸轉 每天大約處理30具屍體 武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爆發後 有關病毒的來源有多種說法 中共官方的說法是起源於武漢華南海鮮市場 所售賣的野生動物 網上的說法則多牽扯武漢病毒研究所 有的說是故意釋放的 有的說是不小心洩漏的 也有的說是武漢病毒研究所的人員 將實驗動物私自出售給了 華南海鮮市場的小販所導致的 海外也有專業人士發表文章分析說 病毒是人為製導出來的 2月6號 美國ABC新聞報導說 白宮已經要求美國的科學家和醫學研究人員 調查新型冠狀病毒的來源 報導說 白宮科學與技術政策辦公室主任 致信美國國家科學、工程和醫學研究院 要求專家們盡快的調查這次病毒的來源 以明確傳播路徑 並為未來疫情爆發做好準備 同時更好地瞭解冠狀病毒在動物、人類 和環境中的傳播等 好 觀眾朋友 接下來讓我們關注這一期的時事禁聞